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已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今天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离开北京前往发射场 刚下过雨天气有些凉 从航天城望过去 能看见远处山顶覆盖着一层雪 在这前一天 远方的发射场和着陆场那里也都是风雪天气 气温下降了好几度 自2003年10月4日进入全封闭状态以来 这还是航天员与家人第一次见面 我一看我一看就是你儿子 穿上了都穿上了今天不穿也不行了 蜜的顺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飞船发射的日子只有四天了 神州五号完成了测试厂房的所有工作 转往发射架 这次发射准备工作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情况 一切都在按预定程序展开 比前面四次都顺利 有一点不同的是 前面四次发射时间都在夜间 而神州五号的发射和回收时间 都安排在了白天 这样安排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充足的时间 来搜救航天员 神州五号转场的第二天 参加首飞任务的三名航天员 分成两架飞机 从北京来到这里 为了航天员在发射前不生病 不仅要求随时消毒 要求工作人员和航天员接触时 戴上口罩和脚套 穿上隔离服 并且还尽可能 免除了一切场合的握手 我们都要求 在这一块 平民的到来 大家都非常重视 非常高兴 我呢也是非常激动 在这里面代表这一块 这些这些病老人 这些老头们 对你们到来表示热点欢迎 从目前情况看 这些状态是非常好的 昨天老同在一起吃饭 又讲到这一次川剑的咱们的餐厅是最可好的 不是说和前十次的无人铁铁铁相比是最可好的 包括和在这之前所有的铁铁铁铁 请首长放心 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一定能够完成设复 可以 好 感谢首长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 我们经过这一段的封壁式训练 从身体上从技术上从心态上都做好充分准备 请首长放心 我们三个人无论是谁去执行任务 都会全神贯注的去完成好这次任务 在这里我向首长保障 坚决完成任务 向首长表态 我有这个决心 有这个信心 能够完成好这次任务 我 你我吧 代表我 你代表我 虽然对各种程序早已进行了成千上百次的练习 但航天员们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琢磨 认识起卡 你觉得这样扣也可以 对就是人要求那样扣 这样扣 嗯对 然后 认识 起卡 好 用它就有钱 好 键尔店试一下 那个卡 这条双线 还得这么短 对 你必须要短个的 硬按它 对 你不能快 和平利用太空 造福全人类 make us the outer space peacefully an benefit of human kind 意义 更重要的意义在战略上 我觉得大概就会跟美国 俄罗斯这些太空科技先进的国家 与其评论 同为盐黄子孙 他为中国航兵科技的发展而骄傲 是我们想在这边照的 这个盐黄子孙 今年我们今天撤这里的 你这这家伙 我来导费 你也不带来一趟 你也不带来一趟 我把这一年撤的 这会有网上下来 我们就完了 希望这个安全地赔了 看下午该干什么活动 鸡属是这样 鸡属是这样 三点了 三点了 走吧 鸡属是这样 三点了 鸡属是这样 看这么多骨牙子 要不然你出铁 反正要不然他得给你打铁 鸡也行 不能吃 他正鸡鸡 嗯 我还可以把它吃掉了 可以 不用别人吃 别人吃不了 不是我用这个吃啊 那就是我的等啊 你这个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啊 这个只能送过一下 我去这边了 那我帮你吃了 我还吃了 这鸡属是我 这鸡属是 直接进 喂 好球 漂亮 你们在扫着门啊 你这鸡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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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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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哈哈 这个是明天晚上 也是13号20点的 船牛行驶铁 这个红色的标志里 就是我们发射场的位置 从这个图上我们也可以看见 这一套冷空机系铁 已经冬移出我们厂居 后面呢 在新疆的系铁 还有一套冷静系统 我们处于两个系统的中间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分析呢 就是这个这次过程过了以后 这个高峰的这个变化的趋势呢 应该是由大 这个往小的这个 哈哈哈哈 现在的转向乐断 哈哈 音转情 哈哈哈哈 选了这个15的号 卓鲁厂的封数呢 一定要考虑到 呃 我们预报和实际的偏差值 你不要认识 差个一米 我们有一米的考虑 你偏差这种预报的总低呢 还是预报的总高 这个规律要掌握到 呃 因为着陆厂呢 我们即降指标 即降指标 降到原来7.5米 降到10米了 今天王大农事还是不同意 再往下降 因为这个事儿 这个关系到航天也挺安全不敢提 10.1米也不行 那就很难说了 那还有无他呢 这预报也无他呀 无他有一定的范围吧 大家都按这个 从这个预报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 现在看 现在看了还是可以的 好吧 气象会上到此结束 明天下午5点还在这儿 天主我也 每次发射临近 气象是决策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 自火箭和飞船进入发射场以来 一切都异乎寻常地顺利 甚至连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都有时间看女足世界杯比赛 航天员们也显得一身轻松 但在着陆场却是另一番景象 各种预案的演练几乎没有间断 因为着陆场的气象情况 决定飞船能否发射 所以这里最关注的同样是老天爷的脸色 在14号的星期开始出现转正天气 以晴天开始为主了 所以到了这个任务期间那个天气 就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 天空状况也比较好 这次因为温度也没有降多少 可能这个降雪的话 积雪也比较少 很快就融化 到时候不会造成 即便有风 也不会造成这个能见度很差的天气 几天之后 正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 着陆场下了雪 同时发射场那里也是雨雪天气 气温普遍降了下来 根据预报 神舟五号发射及回收这两天 都是好天气 神舟五号发射前两天 两个神秘的蓝箱子 从北京送到阿木古廊 低温箱内装有与首飞梯队的 三名航天员血型相同的血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